欢迎大家来到蝗虫物业场 话说在这个假日 国际新闻里头 大家听到的东西是什么呢 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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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了 那请问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吗 就让台国因此这个样子开低 但是还走高到最后 只有小跌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 不用当它是一回事吗 那话说未来的话 有谁当它是一回事 当它是大事情的 起码有一个国家 俄罗斯 来 顺便来看一下 先浏览一下别人 来 看到俄罗斯股市 那么这个是在今天大概下午的时候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那些时候一开盘就中错了 一开盘就中错了 俄罗斯指数这个样子 中错下来 当天来讲跌了几点 到下午的时候 下午我所看到印出这张列表的时候 它是负160点 负160点 那负160点的话多不多 说多它也不多了 但是根本比起来的话 你看人家是1100多点的东西 跌了160点 这个样子台股你看到 台股是8000多 8500 8600的东西 结果才跌了37点 简单把比例换转一下 那可见对俄罗斯来讲是大事 那对我们台股来讲呢 根本没事嘛 仿佛好像没事一样 你说会不会是因为俄罗斯之前 之前会不会它涨太多了 涨太多之后盘头 于事物线再来开始它补跌了呢 之前它怎么样 来看一下俄罗斯指数的一个周K线 这个周K线就涵盖好几年了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了 俄罗斯的指数之前高点2134 后来高点1762 再来1638 再来1521 你所看到日K线这一张1521 就是这里的高点 其实那高点已经一再降低了 高点见次再降低 然后你就低点都有手啊 1200 1227 这一回呢 直接灌破给你看啊 直接灌破给你看啊 这么多年来的底 只要有跌破给你看 所以你发现一件事嘛 之前人家在讲的那个金砖四国 有没有 金砖四国里头表现很糟糕的 我们常在举例的 你看到路股 除了路股之外 你现在发现俄罗斯 现在一样给它破底了 路股还没破底 俄罗斯已经破底了 就是因为俄罗斯出了事 什么事 他隔壁的这个隔壁邻居 乌克兰 现在呢 会不会因此 这个所有的美俄两个 给他打起来呢 国际之间在关切这件事 但是仿佛对台股来讲还没事 台股你可以看到 这种情况之下 之前高点8668 那然后呢 最近的低点864千 差点要创高 那今天开机之后 又可以拉出一个 所谓长长的下影线 这个样子相当于还收购党了 还收在8600点上头啊 等于它随时都还可以拉起来创新高吗 这条线 K线13招里头 要小心 它可以是什么 这个所谓高档长长下影线 它另外一个称呼叫什么 吊人线 它到底是不是吊人线呢 然后又看它到底吊得多高 吊得有多重 如果说吊得高的话的确高 不管从823年来计算 这个短波来讲 这吊得几乎是最高点啊 还有呢 之前更低点都不用讲了 累计涨不到哪里去了 所以吊得高 没有错 有没有吊得很重 还好啦 今天这个量呢 有收收 今天这个量并没有1000多亿了 要不然的话 更加就像吊人了 台股的现状 把这个乌克兰的事情 不当意乎是 到底我们要不 因此提防什么呢 好OK 这个待会回过头来 还会讲到 这个所谓台股 那不过呢 我们应该还是 必须要先来关切一下 这个所谓的乌克兰 那乌克兰的一个提醒 比方说看到 报纸上今天就报了一个东西了 跟商品市场有关系的 乌克兰战云密布了 所以黄小玉狂飙 黄小玉是谁呢 在这个礼拜 假日公益节目 全方理财家有没有收看 一开始我在谈什么 跟大家报告的 也就商品行情 国际的商品行情 关于黄小玉 然后黄小玉指的大宗物资里头 农产品 黄豆小麦玉米 那这个东西在去年来讲 都是大跌的 去年都是大跌的 比方说 玉米 玉米的价格在去年 总共跌了四成几 跌了四成多 相当于创下六十几年来 年度最大跌幅 年度最大跌幅就跌在去年 一来反应什么 QE要退场 对不对 这个领先反应 除此之外还有包括 去年是全球农作物 在谷物收成创新高纪录 所谓谷建商榮 收成越好 这个价格就跌得越低了 所以去年你看到黄小玉通通跌 黄小玉通通跌 现在为什么狂飙呢 现在为什么狂飙起来呢 来看到其中一个原因在这里 来看到这里 关于乌克兰消息 放大来看 来这里讲到乌克兰 是今年全球第五大的小麦出口国 第三大的玉米出口国 原来它种了很多小麦跟玉米 所以现在如果打几仗 因此它没有办法 顺利收成没有办法 顺利出口的话 这种情况之下 那有可能这些东西会短缺了 所以他们价格因此狂飙 或者叫做所谓跌生本坛 去年跌得凶 刚好这个消息 商品市场的这个价格给它涨起来了 那好OK 其实对乌克兰的一个认识 在哪边呢 刚好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在谈起了 谈起什么东西 我说不是凑巧出了这么一位人中 叫做库姆吗 那这位库姆现在已经举事皆知了 或是APP的老板 那么就因为了Facebook 现在花了190亿美金 把他们给并购下来 所以对库姆来讲的话 一人独得六十几亿 那么他刚好就来自乌克兰 来自乌克兰啊 16岁从乌克兰跟他妈妈逃出来 逃到美国去 对不对 当时两个因此相依为命 还要接受社会救济 现在不用了 复可敌果 因为这个APP被收购 他个人就独得六十几亿的美金 那么之前不是讲了吗 从乌克兰来讲的话 今年这个所谓赤字还缺多少 缺几十亿美金 现在看起来事情闹大了 这不止了 现在看起来 我说还要他们如果说整个外债几百亿 甚至上千亿 我现在看到数目是 说这个要是只能给他倒债的话 影响竟达到一千三百亿美金 那这个样子的话就不是呢 库姆他一个人帮个上忙的 人家库姆都好不容易逃出乌克兰 也没有说要回头去帮他们 那个就是他们的一个祖国 就是他的母国嘛 那话说回来就你逃出乌克兰 因此才会有钱呢 不见得 有人就是因为到乌克兰去发击的 在我印象当中有谁呢 这个我记得这位人物 在之前公益节目 加热公益节目 全方理财家跟他介绍过 介绍什么 那个越南扫富 越南扫富名字叫我什么 潘日旺还记得吗 就是这位人兄 就是这位人兄 越南扫富 越南扫富 越南第一个 他的这一个财产 等于说在那个 所谓布比斯排行有名签名之内 而且第一个要突破亿万富翁 美金亿万富翁 总共大概四五亿美金 结果这位潘日旺 你说那我们现在讲乌克兰跟越南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好了 这潘日旺他就是在乌克兰巴基的 为什么呢 他当时念书是到莫斯科念大学 说起来的话这个很正常啊 越南他本身就是一个共产国家嘛 所以他们出国留学的话 不是跑到美国去 是跑到那个所谓莫斯科 到莫斯科领完大学之后 然后就到那些 隔壁的共产国度去那个地方做生意了 到乌克兰去了 到乌克兰去开餐厅 越南餐厅 然后开食品公司 然后神力越做越大 开始卖什么 告诉你主打产品 也就是方便面泡面 就是卖方便面泡面的 不是卖给乌克兰人 他请乌克兰的员工 好几千人这个样子 开了这个泡面制造公司 行销全球 因此赚到第一桶金 这个样子 然后他才衣锦还乡回到越南去 然后回到越南 刚好都是越南房地产 现在整个越南都已经开始 进入所谓资本主义这样的一个状况了 余叔他大发特发 就是这番日旺 人家是因为当时呢 到了乌克兰因此才发迹的 所以不见得呢 要逃出乌克兰呢 才会富有啦 有人是因为到了那个地方 因此才发迹 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存在 那不过当然 现在呢 不是叫你先去这个地方 说起来乌克兰如果说 我们台湾人对乌克兰有没有印象 应该有印象啊 有没有印象 有啊 对不对 听说乌克兰出什么 出美女 乌克兰出美女 所以很多这个有钱人 包括这个医生 有的甚至不想讨老婆 要借父生子 到哪一边呢 借谁的肚子 到乌克兰 对 乌克兰去那里 找当地人的女生 多的是美女呢 这个样子听说借父生子之后 产下的孩子呢 这一下子混血特别漂亮 有没有 不是吗 有这种事情嘛 所以他们出口呢 这个说乌克兰新娘 包括也可以借父生子 台湾人对这个都有印象啊 还有一个东西啦 这一次呢 现在恐怕呢 搞不好 这会闹出战争的地方在哪里 一个地方嘛 叫做所谓的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 因为说起来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啦 克里米亚目前是属于乌克兰 他的一个国土啊 但是为什么他竟然成为乌克兰 最大一个爆点或者热点呢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说起来的话 你有发现啊 其实啦 该岛大概两百多万人口 在这个半岛两百多万人口 将近六成都是讲俄语的 甚至他们认为自己是俄国人 甚至认为他们是俄国人嘛 其实说起来的话 以前他本来就苏联共产铁幕下 对不对 后来呢 给他独立起来了 但是关于这个所谓克里米亚这个地方啦 这个地方等于说俄国人比较多 比较特别 所以说起来的话 其实在这个地方还有克里米亚的达达人 这个达达人来自哪里 这个讲起来这个历史更加久远了 突厥人或者蒙古人 告诉你 这个地方在以前来讲 历史上来讲 曾经是一个回教国度 曾经是一个回教国度 那当然后来呢 轮入这个所谓苏联共产铁幕 然后呢这个俄国人一大堆就移秉进去了 当然呢 他们现在独立之后呢 还有真一个所谓他们达达人 回乡 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以前来讲这里是一个回教国度哦 所以这里也不少回教徒 也不少回教徒 那么现在呢 就是大家在争议的地方在这里 这个地方是本身呢 对苏联来讲的话 俄罗斯来讲 他现在在这里有军事基地 重要军事基地了 那又是我们讲到一件事情嘛 他们现在闹战争嘛 乌克兰其中有一派就是说 我们干脆不要再依附那个俄罗斯了 不要依附他 我们现在改朝哪边去 朝那个欧洲 朝美国去 人家也要跟我们相好 这种情况就要对这个所谓俄罗斯来讲呢 恐怕大既得利益 因此会丧失 所以那个焦点爆点就在克里米亚 那这个克里米亚 坦白讲乌克兰我没有去过 根本不用讲那个克里米亚 但是我一听到克里米亚 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 没有去都有办法印象深刻哦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分享到你的相片 因为我没有去过 但是为什么都要印象深刻 我告诉你就在克里米亚这个地方 据说大概三年前2011年吧 2011年的时候 刚刚不是讲到吗 这个所谓的乌克兰那么出美女吗 那当地呢 当地有一个算是回教家庭里头的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当时我记得大概十几岁 我也不到十岁 十几岁 然后去参加选美比赛 那说起来认差 既然出美女就可以去参加这个选美比赛 选美之后还有得名次 虽然不如前三名 还得了一把第几名回来 回来之后当然很高兴啊 但是他出自于所谓的伊斯兰家庭 回来之后不得了了 怎样不得了不是好好庆祝哦 隔壁邻居那个男生等着他 回来之后因为看到新闻报道里头嘛 对面乌克兰那个 克里米亚的一个族人去参加 得了第几名 回来之后等着他干嘛 拿石头活活扎死 三年前而已啊 活活把那个女生 漂亮的女生 活活给打死 活活给打死啊 对他们说这个 依照伊斯兰的教育 对不对 这个样子不应该呢 这样抛头肉联 不应该的 还去跟他参加什么 全美比赛 还穿那个什么比基尼怎么样 回来打死他 被打死 活活打死 就是在这个 所以我看到克里米亚 印象好深刻 看到克里米亚 印象好深刻 这个是我认识呢 乌克兰的几件事情啊 那其他关于乌克兰的一切的话 我相信呢 随时看新闻国际报导里头 都会继续为大家 不断在播送的 好 回过头来 反正台股不当它是一回事啊 不关我们的事情嘛 除非美国跟俄罗斯打起来嘛 对对 或者今天晚上要是说国际盘 你看到不只俄罗斯下跌而已 包括美国欧美股市都大跌 会不会我不晓得啦 因为我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这个美股还没开盘 所以你收控我节目的时候 欧美股市开盘到底怎么样 到时候看了反正眼见为平 好 不管怎么讲 在今天礼拜台股这样 收了一个常常的一个T字线 这个是掉人线吗 这是掉人线吗 还不敢断言啊 因为它掉的不够重 今天并没有爆量啊 并没有爆量反而不好 爆量反而不好 但是话说回来啦 这个只是单一日K线看法 还不足为情 重点在哪里 在之前 我不告诉你了吗 这个半对数比例图上头 这个是月K线哦 把这两个高峰9859 9208连接下来 我们已经看过M变了 在之前高点8668 其实非常贴近 非常贴近 贴近这一条叫什么 这个是什么地 这个是什么地 来看到古四孙子兵法里头所讲的8519地 8519地 那请问刚刚所画的这条线 这条线是什么地呢 大清地 或者大增地 到底哪一种 都可以啦 都可以啦 那如果是大清地呢 大清地的情况之下来看到 好来 DVD 古四孙子兵法8519地搬过来 Hill 清地走址 好事情啊 碰到清地之后准备停不下甲步啊 所以呢 就准备呢 要往前冲刺了 是不是 我刚刚解释过了 来再看一次 趋势线论清地则无止 来 问题在清地的无止行进本非易事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反而是止步的状况居多啦 对不对 就因为出入敌尽世气 虽佳但君心轻辅 现在世气不错啊 但是君心轻辅 孙子才谨示你不宜驻足 要么你就继续前行 否则不对一身返乡之亲 这个是旧清地的解释啦 但是因为他这个 其实呢 这个斗角不够大 他说起来的话是比较呢 比较接近水平 所以我们如果称他为真地呢 那称他为真地的话来看到 8519地这个DVD后面来看一下 真地怎么解释的 一句话叫真地则无功 真地则无功 等于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在进攻吗 那我不是别误会 来看到 一样九地十三路里头往下看 无功不是真的没占火啦 不是真的没占火 是说谁先强行攻占容易 得而复失不具成效 事故仅限的拔河拉距 或属于什么真地的常态 是不是 那来再看 当抹出的清地 恰是重大真地 那种情况之下突破的难度就加高 对不对 看到吗 清地再加上真地 清地再加上真地 所以为什么上头呢 我要这么给你标策上去 你现在明白了吧 你现在明白了吧 对不对 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真的有办法 再给你突破8668 不当乌克兰是意为是给你突破的话 八个字千万别忘记 述出于领封必则之 对不对 兵是什么 知天知地 胜乃可全 对来看到国策的孙子兵 把第十边地形里头 知天知地 胜乃可全 服地形者 兵之助也 名言 地形 祭书面 依求用兵作战的辅助 想要料敌至胜 必须既显恶远近 那么再来呢 加注知天知地 胜乃可全 知天在于了解整个大环境 知地最起码认知 乃股价所处的位阶之高低 这样心里头有谱吗 有谱吗 这个地方真的要把乌克兰 不当他是一回事吗 不当他一回事吗 好 OK 我们可以暂时把盘面的大盘 指数放下 没关系 看看股价 股价有人在今天一样 逆势上涨 大盘跌不多了 股价有人更厉害了 比方哪一档厉害 之前我所讲的川代士 川代士装置的概念股 这一档铃声当时告诉你 压力17.918.4 是说他跌下来吗 No 就看好他 怎么看好他 来看到 周K仙里头 这个所谓突破 已经突破了 千帝则无止 只要再来过关展 这样的情况 这17.9正式做突破 当时已经突破了 那种情况之下 来涨起来 19.15 这个不是今天 现在涨到 涨到21.65了 对不对 有人在今天 逆势一样往上涨 一样创新高 相对 有人怎么样 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下期再见 再见 来 下期再见 同理心 手法好公民 Everybody 李宜通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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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宜通 字幕志愿者 李宜通